這波紀錄片 把我整個家庭的大地震 我可以跟她講嗎 我就是那個人 很誇張 人們都失去了 這部紀錄片 紀錄的是2011年的 紐西蘭基督城大地震 已經從影超過30年的 紐西蘭導演Gaylin Preston 帶著這部成為希望之線的影集 來到溫哥華影展 影片中所紀錄的 是2010年和2011年 對紐西蘭第三大臣基督城 造成嚴重損害的大地震 以及震災之後 一個一個想要努力求生的 真實故事 我和我兒子都在這裏 這些地震雲還在4年後 但我一直想要做一個資訊 當我做了劇情 我沒有想要做一個劇情 因為我感覺到 人們有足夠的鏡頭 所以我決定要做一個劇情 在這部影集中 幾位毛利族的優秀演員 也有參與演出 其中包括Rachel House 和Bernard Hill 也是影集的主角 導演表示 Rachel的角色 根據真人真事改編 一位毛利族婦女 在地震後 在沒有自來水 沒有暖氣 也沒有電力的困難狀況下 在地震受災最嚴重的區域 勇敢存活了90多天 直到外援的到來 然後我和Bernard Hill 他演了王王 在王王王 然後Bernard 為了一位 很浮潤的 很浮潤的社會人 來到加拿大 導演也表示 正在過後 許多毛利族人的生活 有著巨大轉變 這和加拿大的原住民族 是很相近的 社會議題 造成了部落的災難 我们是非常好处处在导致人们的状态 我们的状态是十年短的状态 我们的状态是十年短的状态 我们有巨大增并在货币 我们也有创业主持人们 这部影集透过纽约一家电视台在全国播放 根据导演表示很多人其实并不同意 导演决定让毛利族的演员演出非原住民族的角色 这部描述郑灾后 人民如何在破碎家园中努力存活的影集 希望支线 在10月19日在文革华电影中心播映 将由观众来评断导演的坚持和表现手法 记者赌议 林波红 编译